另外的災區不只是在南部 還有在北部也有 像是新北市的金山區 萬里區受到了暴雨的轟炸 今天我們看到當地是溪水報導 甚至出現了淹水情形 民眾要回家 甚至要卡在半路上 我們詳細的狀況 連線記者葉婷報導 葉婷 好 颱風山陀兒 雖然在昨天的時候 是已經轉成這個熱帶性低氣 但是持續性的暴雨跟降雨 是持續的影響著新北市的北海岸 我們看到尤其在金山跟萬里區 這邊是最影響最嚴重的 因為在往前走的方 我們前方就是金山萬里區 比較低窪的地方 今天因為降雨的關係 其實是導致了多處的積淹水 還有土石流的一個情況 但現在我們記者所在的位置 是在從基隆要往金山區的方向 但是這邊現在警方是派出的人力 要來就是進行這個道路管制 因為前方的淹水真的是太恐怖了 它就是比較嚴重的一個狀況 所以許多的民眾 是沒有辦法回到金山區的 像是我們就是有訪問到 這邊有許多有相當多的民眾 就是從下午2點半的時候 就一直在這裡 但是現在等了5個小時 還是沒有辦法回到金山區 我們來訪問這個陳先生 陳先生可以幫我們回 就是今天的狀況嗎 就是你有看到是不是 前方有淹水的狀況 甚至有發生滅頂的一個情況 是 差不多2點半左右 我剛要下班回家之後 前面有兩部車子硬闖過去 結果遭滅頂 後來就警銷人員跟我講 叫我回頭 在上面等水退了再過去 那是不是這次金山區 這個降水淹水情況 是不是你真的從來沒有看過 是 以前有淹水 但是沒有那麼嚴重 這次是非常嚴重 那現在等了很久 是還是沒有辦法就是回到家 那現在有沒有什麼一個打算 就是這等 也沒有辦法動 所有車子都卡在這邊 就是要等 了解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是這個狀況 是因為像陳先生 他從下午2點半的時候 就是一直就是在這邊等待 那我們現在透過這個畫面 是看到這個長長的車籠 這些人居民是要往金山的方向移動 但是現在全部是卡在這個道路上 是沒有辦法前行的 那因此這個金山區的區長 他也說 因為現在這個金山區 可能就是像是類似這個孤島的一個狀況 因為真的是受災這個狀況非常的嚴重 也因此是宣佈金山區 明天是停班停課的一個狀況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一個最新消息 再把行李鏡頭 交換給棚內主播 是